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那我們最近的皇室戰爭 又在考我們的滔金大作戰 那我們今天來打一下我們滔金大作戰吧 看一下能不能再拿多一點點錢囉 因為最近其實我發現 其實錢錢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因為其實每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有傳說卡出現嘛 那基本上都要4萬多塊才可以買一張喔 所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 我們就來打打看吧 基本上之前好像也沒有全拿啦 因為基本上哲平之前要全拿的話 好像也不是那麼的簡單可以全拿喔 氣球 啊 好像會撞到 撩雷 哇哩雷 不過我們也砍到了喔 而且不找痛喔 應該可以砍掉喔 nice 然後再把我們的 飛骨手砍掉 nice 做不能捏 NI 正名的話劉沛 所以他是氣球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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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嗚 哎呦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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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會這樣 沒有引到他嗎 哇哇哇哇哇哇 太..太..太衰了吧 我也有引到他欸 應該是蓋起來的時間吧 啊~~ 虧爆啊 因為他這邊是.. 墓地的 那我們這邊可能要把毒藥留給墓地囉 哇哩咧 這邊該怎麼辦 沒有空牌啊 完了xN 好 這邊他應該差不多要出墓地了喔 我們就把墓地..把那個毒藥留著 讓破炮繼續輸出 哇 蝙蝠加油啊!! 我們這邊如果要跟他打一個.. 好像也沒有很好打欸 哇 難打死了 我的天啊 哇 完了!! 哇 我覺得這邊是因為等級太高了喔 因為他氣球是12等的 難怪我打不掉他 太慘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接下來要用這個 來打牌位的話感覺 就不是那麼優秀了喔 因為我的卡片等級都太低了 所以基本上3800杯以上的牌組感覺都特強啊 哇哩咧 難怪我想說奇怪為什麼蝙蝠打不死那個 打不死那個氣球 因為等級太低了嘛 對不對 對面又是個12本了 所以目前這個階段的話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 練一些..就是把牌練上去再繼續來打牌位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我覺得喔 像這樣的話 我們大概也打不死這個.. 這個皇家居吧 感覺也是打不死啦 打不太死喔 會不會我們連滾木都滾不死他們 應該不太可能吧 不然你太慘了吧 喔好險我們小閃還蠻有威力的 複製牌是嗎 鏡子是嗎 哇 慘兮兮 喔~~~ 卡人的烈士終於出來了嗎 欸主要其實跟我們自己玩的卡牌也有關係喔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玩破砲嘛 那可能他就不太適合就是 拿來就是等級壓制的這種打喔 哇 那我可能要把他守住欸 那我之前在玩的時候還沒發現 原來這牌階那麼多個那個 那麼多等級那麼高的喔 那就比較柴一點點了 哇 這邊應該要下破炮的 等級太低啦 你看他完全不怕我欸 他管你讓你射個擊炮我也不會死這樣的感覺 掰去 出名主 出名的 哇 看來這場也是沒有辦法了 等級怎麼都哪麽高阿 哇哩天天阿 基本上好像之前有聽說他們打這個模式的時候 基本上 那個一些就是平常不打牌的 好像都會出現喔 所以基本上等級都特高 幹嘛阿 太高了人了 我只不過是想要拿個獎金也不行 我的天阿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哈 看一下這個是不是也很高的 所以基本上你卡牌有一些跟別人等差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去思考一下 他這邊可能要再多加幾個到攻擊力才會把他打死喔 像我們剛剛其實用我們的蝙蝠打氣球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 因為平常蝙蝠是一定咬死氣球的喔 不過我們那個是10等的氣球還是11等的氣球才比較容易咬 比較難一點點 先解教再說喔 不然撞下去就死掉了喔 哇 那這樣我也不敢貿然出牌欸 感覺就特危險的 他這邊是有11等的火法 那有10等大皮卡是還好 我感覺大皮卡層級就是要做什麼事情了各位 應該和中央對砍好了 哇哩咧 好險喔 啊 一下 啊 啊 一下也是同啊 不過我們右路的話一直都有用火槍手在消耗 還算不錯喔 呃 應該吧 哈哈哈 好 我看來我們旁邊比較快喔 看來我們旁邊比較快喔 站一下 啊 火炮火炮 可以可以可以 感覺可以可以可以 再繳個滾木 啊 yes 好險喔 哇 果然我們還是比較能夠跟10等的10本的抗衡喔 不過 還是有點恐怖喔 哇 真的有點恐怖喔 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裡好了 我覺得再打下去的話 也是 非常的恐怖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邊了啦 今天也是有贏了一場喔 那基本上現在目前金幣是長到4200分了 我覺得我現在天梯的話還是 等沒有寶箱的時候再來挑戰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 現在 上去之後這幾場打下來才發現原來大卡等都那麼高喔 我覺得應該也是要衝一下卡等的階段了 因為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基本上最高都是10等啦 那剛剛那些多11等 12等還有10等的 基本上 都還蠻恐怖的 盡可能要先把自己爬 那個卡片的那個等級調高一點點 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囉 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的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哲平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